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新的主题 购物 Bakupka 购物 那购物呢,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尤其女孩子啊,特别喜欢购物 然后呢,自从去年俄罗斯的卢布大跌 几乎跌了将近一倍以来呢 中国游客出国旅游的首选地 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欧洲等地 所以呢,以后大家也很有可能会有机会去俄罗斯购物 我们现在就来学一下购物需要用的一些简单的句子 第一个 Skolika 多少钱 那购物呢,一定要问价钱,对吧 这个Skolika就是多少的意思 当你在商店的时候,他就明白你是问多少钱 Skolika Skolika 多少钱 然后呢,由于是在国外旅游购物 就涉及到那个货币兑换的问题 下面这一句就可以用到了 Gdzie punkt 是哪里 是点,定点,特色点的意思 souls i'm going to love you 宿购物 外比对换点在哪 外比对换处在哪 第三句 业比如 业是我 别录是拿走带走 我拿的那个动词 因为俄语的语法里面 我拿你拿他拿 会根据主语的不同 都有变化 这个别露呢 就是第一人称 我拿的那个动词 别露 我拿这个 这个什么 就可以接你要拿走的东西了 就是这个我拿了 我买走了 您这能刷信用卡吗 您接受接受可使用的意思 就是您们的后织 如果有的商店呢 它不能用信用卡 然后你的现金又用完了呢 当然就要找 或者是自动取款机 或者是银行了 那我们就需要用到下面这两句 Gdzie находитсяBankamart Gdzie находитсяBankamart Gdzie是哪里 Nahodica是位于这个单词 Nahodica Nahodica Bankamart是自动取款机的意思 自动取款机在哪 那么要问银行在哪呢 也是一样的 这部分都是一样的 Gdzie находится 位于哪里 然后加上Bank 银行 银行位于哪里 Gdzie находитсяBank 银行在哪 或者你不用喂鱼 不需要用喂鱼的话 更简单一点 就是银行在哪 GdzieBank GdzieBank 下面呢 我们就用一段 那个购物的对话 来练习一下 这是模拟的对话 假设是一个客人来到店里 要选购商品 然后他跟售货员进行的对话 我想要买一个礼物 然后收货员就问 想要什么呀 加那种种类的颜色 还有大小尺寸之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 Most be sumatku 或许要买一个包吗 Most be Most be sumatku Sumatku就是包 Sumatka是包的圆形 然后如果要买的话 加上动词 就会变四个 Sumatku Какой цвет Вы хотели бы Какой цвет Вы хотели бы Какой是哪个 Cвет 颜色 Вы хотели бы 是您想要 您想要哪个颜色的 Fatishuju Most be sumatku Most be sumatku 然后它是什么材质的 就会有这些问题 Most be sumatku Most be sumatku Edu Most be sumatku Most be sumatku 能否 Basmatku 看 看一下 Edu 就是指 那个具体的东西 Anna gozhneya Anna gozhneya Anna是指 是阳性名词 就Anna就是他 他带着包 Gosatna ya 是说皮的吗 真皮的吗 Gosat 就是指皮 表皮 皮肤 我们人的皮肤 动物的皮肤 都是这个单词 Gosat Gosat Gosatna ya Gosatna ya 就是指皮质的吗 真皮的吗 纯皮的吗 或者你说 如果不是皮的 就是 Ili Anna Iskustvianna ya 如果你问他 是不是人造格的 就是说 Ili Anna Iskustvianna ya Ili是或者 Anna ta Iskustvianna ya 就是指 人造的 后天加工成的 Ili Anna Iskustvianna ya Go 收货员就回答 是纯皮的呀 而且资料还很好 而且价钱还便宜 Konечно Gosatna ya 這是特別高質素,當然,是香草的品牌,是特別高質素,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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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質素。 sum cash bao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確實 的確 очень 非常 дешевая 便宜的 我們再完整看一下這一段的對話 Мож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эту она горженная или он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конечно горженная 这边就有两个新的单词 需要大家记一下 第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 人造的 加工的 还有一个这个比较长 这是个副词 确实 的确他可以说确实很好 确实非常非常怎么样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不用在句子里 他单独使用 就比如说聊天的时候 我们说今天非常 或者这个东西挺好的 挺便宜的怎么样 你说确实的确 你就不用说真的好怎么样 就直接回答一个单词 就代表确实 然后代表认同他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我喜欢 我满意 我要了 就是 我喜欢 他让我喜欢 他带走 我带走他 然后社会员就说 我们可以把它包装一下 可以弄成礼品 或者怎么样 那对面是收音台 那对面是收音台 我们来把这些练习一下 这边的句子都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翻译的时候 就尽量可以 翻译得准一点 接下来 我列举了三十几条 用到的句子 句式 第一句 我们去购物吧 白准就是让我们 去走逛 在不同的商店 我喜欢周末逛百货商场 我喜欢周末逛百货商场 我他们很厉害 是买真的 我喜欢 我喜欢 逛百货商场 逛 跟这一样 跟这一样 就是在不同的商店里 在商场里 尤其是 尤其是 休息日 休息日 中午 我爱在一个中介ıy的亚帜 through间商店 ti there c 什么花店 之后作用 הה symb pregunta? 之后 让他开事 ме 之后 的时候 是几点 Открывается 是开门,打开门的意思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Магазин во сколько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магазин 那商店几点关门呢 就是很像的 во сколько закрывается магазин 只有这个动词 Открывается 是开门 Закрывается 是关门 关门的意思 Закрывается Закрывается Во сколько закрывается магазин 商店几点关门 如果说今天不工作 今天休息就是 Сегодня закрыто Закрыто Сегодня закрыто 我们十点才开门 Мы не открываемся Лучше 10 дней 这里是说 Лучше 是指 比早于 什么什么时间 10 дней 是十点 二格的形式 十点之前 我们不开门 就是说 我们十点才开门 Мы не открываемся Лучше 10 дней открываемся 我能帮助你吗 чем я могу вам帮忙 чем就是什么 在哪方面 я могу 我能 вам 您 帮忙 帮助 чем я могу вам 帮忙 чем я могу вам 帮忙 这句呢 经常都可以使用到 不止在 购物 还有其他方面 都可以 问到 这句 如果你只想随便 看看 你就说 我 просто хочу просто хочу 我 просто 只认 хочу 想 是想的 第一人称的动词 хочу basmarc 看一看 稍微看看 或者如果你有具体的目标 要找鞋子 衣服 或者其他类的动词的话 就是 ja ishú dufli ja ishú dufli ja是我 ishú 是找 我在找的动词 它是变革了之后的 原本的单词是 is got 跟这个有点不太像 对吧 但它就变了之后 变得 ishú ja ishú dufli dufli 是指皮鞋 请把那个给我看看 Pakajete mne what edge pažalsta Pakajete mne what edge pažalsta 这个what edge 就是 这what 这些 edge 就是adda的副词 这一些 读话就 what edge what edge what edge pakajete 请展示给我看 mne wo pajalsta 是请 pakajete mne what edge pajalsta 有时候 有时候收货员会问 你喜不喜欢 或者有你喜欢的吗 vam stoni budi pandrai vam vam 就是您 stoni budi 这里就是代指里面的任何东西 有吗 有些东西吗 pandrai pandrai 是您喜欢吗 pandrai 喜欢 vam stoni budi pand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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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发现 就是根据你提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pandrai 会有一个音调 这些裤子打折吗 na edi stoni yesi skitkan na edi 这些 stoni stoni 是裤子 yesi 是有 skitkan 打折 有没有折扣 na edi stoni yesi skitkan 这个在yesi 上面呢 或yesi 也是一个上身的音调 表示问句 na edi stoni yesi skitkan 如果你想问 我这个可以试试吗 mogu ya это primieric mogu nan ya mogu ya 就是 我 nambun 我 nambun fo это primieric primieric 是 是 mogu ya primieric конечно 当然 当然 可以 конечно 我问 示意间在哪 就是 gde primieric na ya gde primieric na ya primieric na 示意间 我们看这个 primieric na 跟这个 primieric 都是 primier 作为词根的 所以它就是 示意书的地方 就叫 示意间 primieric na 如果你 试东西的时候 尺寸的大小 合身 不合身 就是以下的来表达 太大了就是 sliccom primieric sliccom primieric sliccom 就是 实在 确实 有些 primieric 就是 大 ad mne mala ad 这个 mne 对我来说 mala mala 是少的意思 但这里 它只小 号码 太小 尺寸 太小 ad mne mala ad mne mala 如果刚好 很合身的话呢 你就说 这个我合身 就是我的号 admne podhojit moy ladmila admne podhojit moy ladmila podhojit 是 合身 刚好 可以 我的号 moy 我的 ladmila 好吗 admne podhojit moy ladmila 我问 请问 卖鞋的那个部门 在哪 卖鞋的专柜在哪 gde arttila obhojit gde arttila obhojit gde 是哪里 arttila 是 部门 专门的 obhojit 是鞋子 ne nushna pala obhojit dwadzat shist wa ladmila seo yisho shiyo yisho shiyo yisho nushna ז nje nushna 我需要 rrr this 老师搞错了 因为他后面接的是阳 是 音型的单词 所以它是Nushna 中音在这个a上面 nie n 我需要 就是一双一对 鞋子 鞋子哪个码的呢 我们先说鞋子 然后再说二格这个次数 二十六号码 二十六号码 这个尺寸刚好 我们看这个 它是合适的 刚好的形容词 跟上面这个 它是根据同一个单词变来的 也是合适 是合适的 是个形容词 这是个合适的号码 或者你问 还有更大一点的号码 你觉得这种颜色怎么样呢 你喜欢这个颜色吗 我更喜欢蓝色的 Mnie borsche nalavitsa garroboi garroboi是指天蓝色 比较淡的蓝色 这个的话就 这个底色的话就不是garroboi 就应该说是细腻 就是蓝色 哪个更好是 garroboi 是哪个 roboi 好 更好 这个多少钱 skolga skolga 是多少钱 adda 这个 stoit 价值多少钱 skolga adda stoit skolga adda stoit 太贵了 实在有点贵 sliškom dolga sliškom dolga sliškom 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 有点太贵 太 dolga 就是贵 如果太贵的话 你问他能不能打个折扣 就是 vei moshite stele timonje skitku vei moshite stele timonje skitku 您能 给我 您可以 stele timonje 就是给我 skitku 折扣吗 skitka 是折扣 这里用它的四格 skitku vei moshite stele timonje skitku 大家一定要记好这句 哦 因为以后 讨价还价的话 会用得到 如果东西不合适 然后你说 能不能退换的话 就是下面这个例子 esli ada lubashka mne nie badajot jasma kubirnuti yo esli ada lubashka 如果 这个衬衫 mne nie badajot badajot 跟那个badajot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 合适 合身的意思 esli ada lubashka mne nie badajot 如果 这件衬衫 不合身 jasma kubirnuti yo 我可以退吗 jasma kubirnuti 我能不能 virnuti virnuti 是退还 归还的动词 yyo 就是他带着 那个东西 然后如果要问 收音台在哪 就是 gjie njje si kasa gjie njje si kasa gjie njje si kasa zje si呢 是这里 kasa 就是收音台 或者你不用说这里 你就说 收音台在哪 gjie kasa gjie kasa 如果你要问 我该怎么付款呢 可以用信用卡付账吗 或者说 我要付现金的话 就是下面这些句子 kak ya magu aplatit kak ya magu aplatit 我该怎么付款 kak是怎样 yamagu 我能 aplatit 是付款 负账 aplatit 我可以用信用卡付账吗 magu ya aplatit kreditkai kreditkai magu ya 是我能不能 aplatit 是付款 负账 kreditkai 是信用卡 我们前面有讲到 kreditnaia karta kreditnaia karta 是信用卡 信用的卡片 而这里的 kreditkai 就是缩写的 缩略的 kreditkai kreditkai 或者你直接说 kartai 就是能刷卡吗 他知道你是指信用卡 就是说 magu ya aplatit kartai 就可以了 这样更简单 如果说 我付现金 就是 ya zaplaciu nallichnemi ya zaplaciu nallichnemi wo zaplaciu 付 nallichnemi 用现金的形式 ya zaplaciu nallichnemi 这是找您的钱 ed washa stachia washa 您的 stachia 零钱 找的钱 能给我收据吗 magu ya baluchic kvidantiu magu ya 我能不能 valuchic 得到 收到 就是你能不能给我 kvidantiu kvidantiu 收据 kvidantiu kvidantiu 它的 不变格的形式是 kvidantiu 一样 然后这里用四格 kvidantiu 请帮我把这个包起来一下 pamanggite mnie zavirnuti pajauzta pamanggite qinbang nie wo zavirnuti 是 包起来 pajauzta 是 qin pamanggite mnie zavirnuti pajauzta 下面呢 是做的一个总结 当你要四川的时候呢 你就说 jahachiu primieric 我想四川 jahachiu primieric 我想四川 primieric 或者你说 我可以四川一下吗 moshna primieric moshna primieric primieric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要去逛街 尤其是买衣服 买鞋子的话 要是 会说这个单词 特别重要 primieric moshna primieric 当你试川之后呢 对衣服会有个评价 大小马呀 或者颜色 喜不喜欢 都是 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lubashka mne mala lubashka mne mala 衬衫 对我来说 有些小 我穿 有些小 lubashka mne mala tuf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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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鞋子 皮鞋 villiki 就是大了 fasson mne nie jiot fasson mne nie jiot 这个fasson呢 就是指 风格 款式 mne nie jiot ne jiot 就是不合适 不适合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还是最基本的 询问价格 skolga stoit skolga stoit skolga mne nada zaplatit skolga mne nada zaplatit skolga mne nada zaplatit dou shao wo shioo fu 我需要付多少钱 skolga si minya skolga si minya 就是从我这 要拿多少 s minya 就是我得给多少 这个对应的回答 就是 s vas skol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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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您需要 然后当然这些 还有最简单 就是一个单词 skolga 多少 他就能明白 接下来呢 这是雇员 服务员经常会问到单词 问到的句子 您需要什么 下面这几句 都是一个意思 类似的 sto vam nušna sto vam nušna nušna是需要 您需要些什么 sto vam ugodna sto vam ugodna 解释 您有什么需求 需要 ugojna ugodna sto vam hay hajijijja 您想要什么 如果我们只说这三个单词 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问句 sto vam hay hajijijja 或者你说 sto vam hay hajijijja vjjamjja 您想要拿些什么 sto vam hay hajijijja vjjamjja 或者oy ko supijji 买些什么 应该是这个音调的 需要哪方面的服务呢 应该给你展示些什么呢 给您介绍些什么呢 就是介绍 展示 就是看 就是您想看 如果说我想看这个 有比较客气的 非常客气的 老家请给我看一下这个 拿下这个 就是 по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老家 稍等马上给您看 一分钟 等一下的意思 这就给您看 我给您展示的动词 但是也是变化了之后的 показать之后 就是 покажу What Bajost Webilladje Sami Webilladje Sami 这是一个其实形式的动词 Webillad和Webillad都是选择 而Ladje带这种E接的 就是请选择 如果他问您 Webilladje 就说您这个带走吗 您要拿这个吗 您买吗 Webilladje 是带走 您带走的意思 您觉得怎么样呢 Ну Как по вашему Ну Как по вашему Как是怎么样 По вашему是您觉得 您觉得这个合适吗 Ebilladje Ebilladje Vas Ustrijvajt 这个Ustrijvajt 是合适吗 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就是接二格 不是V或者Vam 或者什么形式的 一定是二格的 Vas Nas Nas Iyo 然后什么的 用四格 然后加Ustrijvajt 这个可能如果 还没有系统的学语法的 你会觉得有点头痛 记不清楚 没关系 我只是在讲课的过程中呢 有需要注意的点 就会提醒大家 能注意的 经常以后 在接触的多了之后 自然就会注意到 Vas Ustrijvajt 您觉得这个合适吗 如果你觉得太贵 买不起 就说 Ed me Nie Bakaram Ed me Nie Bakaram 这个Karam 就是 口袋的意思 就是说 口袋里没那么多钱 钱不够 Ed me Nie Bakaram 对不起 我不要这个了 Izvijinite Ed me Mnie 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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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 Dar 这个的二格形式 它也是二格 Mnie 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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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或者说好吧 我要了我买了 Hello sure やべろ Hello sure やべろ べろ就是我买 我带走 那基本上 关于购物的句子呢 已经简单的 跟大家讲了一下 以后呢 老师还会做一些 购物的专题 就是比如说 去不同的商店 衣服店 鞋子店 珠宝店 化妆品店 会有一些特别的词汇 还有一些句子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багаси